大家好 我是徐若瑄 旁邊這位是徐老闆 就是我弟弟 有一天小明在上課 就很調皮在那邊丟紙飛機 不小心他就丟到了老師 老師正在寫黑板 轉頭過去就瞪著小明 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 應該是神的聲音 神跟他說 小明 你不要害怕 你聽我的指示做就對了 小明說好好好 你現在拿著橡皮剎 朝老師的額頭丟過去 然後小明說好 好 那我這樣會死定 他說不會不會 你不會死 然後他就把橡皮剎 往老師的頭上一丟 丟完之後老師就更生氣的 拿著竹子過來 要衝著小明打 然後突然間 那個神的聲音就跟小明說 小明 你現在才死定了 你現在才死定了 我冷了 我冷了 好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 我補一個 我補一個 剛剛那個卡掉嘛 有一天啊 就麥當勞啊 來了柯博文 大家知道柯博文嗎 他是變形金剛 然後他就跟服務生說 他就點他說 你好 我是柯博文 我要點一號餐 然後服務生聽了就很生氣 跟他說 汽車請去外面得來處排隊 對 這個好笑得分 謝謝 我現在有個感想 藝人好辛苦喔